地平线灵之曙光塑造了一个非常奇妙的世界 在这个游戏世界中 你能看到非常原始的人类 也能看到各种充满科技感的钢铁猛兽 蛮荒与科技的冲击构造了这个不可思议的世界 主人公艾洛伊是一个游荡在这个世界各个角落的女孩 凭借着手中的弓箭与长矛 独自一人对抗凶恶的钢铁猛兽 你或许觉得她是一个猎人或者一个冒险家 但其实她的旅程有着更纯粹的目的 那就是探寻自己的身世 这个女孩的诞生对这个奇妙的世界来说有着非凡的意义 在她的冒险故事中 我们能看到这个世界不为人知的秘密 同时也能看到有关人性的无比宝贵的东西 如果要按照功力来算的话 埃洛伊诞生在3021年4月4日 在这遥远的未来里 我们确实能看到先进的科技 但那些都只是远古失落的文明 现今生活的人类早已遗失了这些科技 他们工具落后 思想迷信对这个世界充满了未知 在一个被称为神圣之地的地方 存在着一个崇尚母神的部落诺拉族 埃洛伊就是在诺拉族的母神山里被人发现的 并不知道她的父母是谁 她的诞生注定是不平凡的 其实这个女孩可以说是连接了过去和现在的一座桥梁 但是绝大部分族人并没有把埃洛伊当作亏赠 而是害怕地认为她是受诅咒的孽障 不愿意在部落里养育她 所以把她交给了一位名为罗斯特的流放者服药 孩童时期的埃洛伊有着棕黄色的头发和大大的脑袋 可能不是所有玩家都对这位小女孩的外观满意 毕竟游戏里好看的小洛莉实在是太多了 但是随着故事的进展你一定会喜欢上她的 虽然埃洛伊已经有了一个称职的养父 但是她肯定还是希望像其他孩子一样 有玩伴有母亲的关爱的 不过由于流放者是不被族人认可的一类人 所以身为流放者的埃洛伊和养父罗斯特 总是被族人冷眼相待 每当埃洛伊尝试去接触别人时 得到的只有令人心寒的冷漠与排斥 这对于一个小女孩来说想必是非常痛苦的 埃洛伊生来就是不平凡的 但她那次不慎跌入一个地洞之后 就开启了她更加不平凡的人生轨迹 这个地洞里有一个古老的设施 埃洛伊在里面捡到了一个远古高科技全息眼镜 戴上这个全息眼镜之后 她就可以扫描物品看到怪物的弱点等等 当然最重要的是可以解读古代的各种笔记以及录音 这为探索这个世界的秘密做好了铺垫 杨弗洛斯特把这个全息眼镜看作危险的东西 想要从埃洛伊手中没收 但是埃洛伊固执地拒绝了 因为小小的埃洛伊知道 这个东西能让她看到这个世界更真实的一面 从小时候的埃洛伊身上就可以看到 她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心与探索欲了 在这之后 埃洛伊利用全息眼镜冒着生命危险 从机械群里救下了一名受困的男子 这让我们看到了她的勇敢和善良 尽管从小被人排斥被人歧视 但这并没有扭曲埃洛伊的内心 她对这个世界对他人依然抱有爱心 这实在是难得的品质 埃洛伊从小就开始接受罗斯特的训练 因为她打算在成年后去参加部落的勇者试炼 如果通过了试炼就能成为勇者被组人接受 同时也就有资格去探寻自己的绅士之谜了 这个坚强的小女孩在训练中一点点成长 一转眼就长大了 女大十八遍 长大后的埃洛伊可谓是英姿洒爽 但是可能不是所有玩家都对埃洛伊长大后的外观满意 毕竟游戏里漂亮的女性角色实在是太多了 但是随着故事的进展你一定会喜欢上她的 在去参加试炼之前 罗斯特给埃洛伊上了最后一课 那就是要有责任心 就算自己不被别人接受 也一定要用自己的能力去保护他人 一定要为了比个人融入更大的目标奋斗 罗斯特的这番教导必定会点亮埃洛伊今后的道路 在这之后 罗斯特突然跟埃洛伊告别了 就算埃洛伊万般不舍想要挽留 他还是坚持选择离开 因为他知道等埃洛伊通过失恋后 就可以以勇者的姿态被主人接受 开始自己新的生活了 他希望这个女孩摆脱自己去寻找他渴望的生活 不得不说罗斯特实在是一个很伟大的养父 不仅交给了埃洛伊战斗的技巧 还为埃洛伊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而自己则甘愿做那个孤独的流放者 当然这并不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 只不过最后一次竟然变成了生与死的离别 完成失恋后的埃洛伊一伙人 遭到了一帮杀手的袭击 死伤惨重 这伙人明显是冲着埃洛伊来的 在危急时刻 罗斯特及时赶到与杀手头子展开了搏斗 但还是败下阵来 在最后 罗斯特展现了父爱的力量 他用自己的生命让埃洛伊得以逃脱 经历了失去养父的悲痛后 埃洛伊决定以探索者的身份离开部落 为了追查那帮袭击部落的杀手 也为了探寻自己的身世 在随后的日子里 这位勇敢的女孩 独自一人穿越充满钢铁猛兽的荒野 爬过险峻的山岭 深入远古文明的遗迹 展开了寻求真相之旅 在一位名为塞伦斯的考古学家的帮助下 埃洛伊追踪线索逐渐揭开了自己的身世 只是没想到 在这背后竟然牵扯出了 这个世界不为人知的秘密 其实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 相信很多玩家也能猜到 这个世界可能曾经经历过一次毁灭 随后又焕发出了新的生命 所以才会出现文明的断层 事实也确实如此 几百年前 这个世界还是一个非常先进文明的世界 世界的毁灭要从一家名为法罗的 制造机器人的公司说起 在著名女性工程师爱丽莎贝特索贝克的带领下 法罗公司在环保方面取得过重要成就 使得公司一跃成为行业的邻居者 神奇的是 这位几百年前的著名工程师爱丽莎贝特 跟埃洛伊有着相似的长相 疑似埃洛伊的母亲 当年法罗公司野心越来越大 开始涉足军事市场 爱丽莎贝特对此不满离开了公司 因为他只想研发对生活有益的产品 而最终法罗公司的野心 酿成了无法挽回的灾难 他们生产的和平卫士失去了控制 这群无人科党的钢铁猛兽 不断地进行自我复制 并且开始肆无忌惮地毁灭人类 以及地球上的其他五种 这个时候 法罗公司的总裁泰德法罗 终于知道了事情的严重 请回了爱丽莎贝特来收拾摊子 爱丽莎贝特明白 人类已经无法避免这一场机器人带来的浩劫了 世界毁灭已经在所难免 不过在末日到来之前 这位伟大的科学家还是找到了一次希望 他制定出了一个灵芝曙光计划 目的是给生命一个未来 在一个死亡的星球上种下一颗种子 让它重新发芽并创造新的生命 这个灵芝曙光计划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计划 主要是由一个叫做盖亚的AI来控制的 其中还有很多下属的分支系统来完成各方面的任务 计划的实施并非一帆风顺 发生了很多变故 首先盖亚主基地的某个风口发生了故障 必须有人冒着危险出去从外部进行修复 这是一个有去无灰的任务 当旁人都在推卸责任时 爱丽莎贝特默默站了出来 出去修复了故障 但却为此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这个疑似爱洛伊母亲的人一生的成就无法比拟 而爱洛伊也只能通过曾经遗留下来的资料 来了解到她的伟大 爱丽莎贝特死后 其他方面的事故也发生了 比如负责传承人类知识的阿布罗系统遭到瘫痪 导致后来新出生的人类无法获取到先祖的知识 所以才出现了文明的断层 而更可怕的灾难是灵芝曙光计划下的一个分支系统 哈迪斯失控了 它具有了自我意识以及非常混乱的本性 打算毁灭掉这个世界 AI盖亚通过自暴的方式暂时阻止了哈迪斯 但这无法解决根本问题 所以盖亚还做了另一件事 那就是用爱丽莎贝特的基因克隆出了爱洛伊 有着爱丽莎贝特基因的爱洛伊将会有权限进入各个设施 如果缘分足够的话 爱洛伊就能顺利进入这些关键设施来得知这一切的来龙去脉 然后阻止强大的哈迪斯并修复盖亚 这是一场赌博 或许如今时隔几百年 爱丽莎贝特能再次站出来拯救世界 这就是爱洛伊的身世 从某个角度来说 它是用爱丽莎贝特的基因制造出来的 用来解救世界危机的工具 从诞生开始就有一份巨大的责任压在她的身上 这不是爱洛伊想要的结果 因为说到底 经历这么多的磨难 她只是想要见到自己的亲人而已 她只不过是一个渴望母爱的小女孩罢了 突然把拯救世界这种事情 强行丢在她一个人身上 实在是很不公平 当然选择权在爱洛伊自己手上 她可以选择撒手不管 或是选择担负起这份余生俱来的责任 然而从小到大 爱洛伊都不是一个会去逃避的人 不管是曾经罗斯特的悉心教导 还是骨子里爱丽莎贝特传承下来的那份奉献精神 都足以让她直面一切艰难险足了 因此在知道了自己的诞生如此重要之后 爱洛伊并没有被真相击垮 她扛起了自己肩负的责任 爱洛伊是在当初诞生出自己的母神山遗迹里 得知自己生事的 族人们看到爱洛伊从遗迹里走出来后 都开始崇拜她给她下跪 因为她是唯一一个能进入遗迹里与母神交流的人 看着曾经歧视自己的族人 现在对自己双膝下跪 爱洛伊并没有为此感到丝毫的骄傲 首先你封锁我现在这样 我不会受估讹 我不是你的宰论 我不乱你 有全世界 beyond你的檻 全世界全世界 人们正如好你 而且全世界都在危险 这世界是值得战争 不只是这里 在每个地方 人们对于未知的东西总是充满了畏惧 总是固守在自己认为受到舍民庇护的地方 总是用民性的思想来解释自己不理解的事物 但埃罗伊从来没有被旁人的这些民性思想左右 从来不用大众的天平来衡量自己 坚持用更高原的目光来看待这个世界 追寻这个世界更真实更美好的一面 这实在是非常可贵的品质 修复盖亚需要很多知识很多时间 埃罗伊当务自己需要去做的就是尽力阻止哈迪斯 让世界免遭毁灭 其实当初袭击诺拉族部落的那伙人就是哈迪斯的信徒 名为日食教 当时正是哈迪斯命令日食教去杀埃罗伊的 因为哈迪斯意识到埃罗伊对自己是个威胁 到了这里一切事情的来龙去脉都揭晓得差不多了 埃罗伊了解了自己的身世 了解了自己的使命 剩下的就是去拯救世界了 最后的结果不用多说 埃罗伊干掉了日式祖老大海利斯 并联合众多盟友干掉了哈迪斯的机械军团 让这个世界又一次得到了救赎 曾经的埃里莎贝特 凭借着卓越的才能和对生命的尊重 用灵芝曙光计划给了生命一次机会 如今她的传承埃罗伊 从义务所知开始探寻到了世界的秘密 并及时拯救了这个新生的世界 实在是一对伟大的牛子 地平线灵芝曙光描绘了一个既美丽又脆弱的世界 灾难之所以会降临在这个世界上 只是因为人类没有把自己的力量用在正确的地方 正如埃里莎贝特的留言所说的那样 如果你无法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的话 那么就算你聪明决定也没有任何意义 你必须用自己的才能去做有意义的事情 要延续生命而不是制造死亡 联系游戏来看这段话实在是很有道理 对于人类来说 比改变世界更重要的是改变自己改变人心 因为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像埃里莎贝特那样 去做正确有意的事情 庆幸的是 埃罗伊继承了母亲的优点 而且还有过一个了不起的养父 让她能够懂得用自己的力量 给这个哭泣的世界带来抚慰 成为这个世界的救星 埃里莎贝特的留言还说过 如果自己有女儿的话 希望她有好奇心 能够执着 能够有同情心 我想埃罗伊的存在算是满足了这个愿望了 在游戏的最后 埃罗伊与母亲埃里莎贝特的遗体相见的画面 实在让人感动 虽然埃罗伊在这里一句话也没说 但我们看得出来 这个拯救了世界的女孩 她从始至终最想要的 也只是一个母亲的拥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